這份柯樹的正面 一看了以後 它的左右平衡之後面背景枝 這是第一個折面 從下位枝開始往上修剪 這是最基礎 但是每一個分析點 到達一化二的時候 讓它長出來的分枝 你要讓它呈現出一化二 而且角度 雖然有可能在同一個點 但是這兩個點 剛好做這一支的分析 你就要讓它最好呈現出一化二 不用再用圓線去調整 用腳步自然又無關 不用再用圓線 像這一顆 有一些人看到 看著頭不好 有一些粗的沒有錯 它的分析點 你看它會在這個位置面擋上來 剛剛我在這個點留下 這個點要留 對不對 這個下來再關上去的這個點 是復仰的 往上衝不復仰 對不對 我們先拿掉 你看 也跟它靠得很近 也是要拿掉 為什麼沒有增長空間 所以只留下這一支了 這一支留好了以後 跟它呈現四四五多角 最優的是這一支 對不對 OK 這個就拿掉 上面的拿掉 我再把你們留下來的 這一支大樓盆 留下來給你們留下 也可以 只是可以的範圍 你是要去調整 調整的時候呢 它的分析點 是在這個位置 這個點喔 長出來的 但是被你一調整的時候 它的角度的美感 跟這一支角度的美感 差在哪裡 它已經因為它的阻礙 它的點偏頗到 比較像四四五度角的平線 有沒有 所以留這個點 它以後還是會長大 你也看小孩沒氣 以後是煮煮人窩 你看這個角度呈現出來 在向陽了以後 用分析四四五度角 這就是我們要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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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大家都 對 ю 感谢观看